叶羞你妹啊 和那么多人都PK了 怎么就没时间和我打一场啊 是任务中 等级BOD的小号麻烦自己退出 等你进了神职领域 给我等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你啊 你怎么怕成这个样子啊 神职领域才更要保持警惕 对其他工会来说 这里才是他们的大美营 面对我这个五十级的小可怜 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有这么夸张吗 你看 迟不来了吗 你可要保护好我啊 是斩楼兰 是斩楼兰 谁啊 土豪工会一展天下的会长 听说是个富二代 和追杀你的俱乐部工会 应该没什么前程 两位好啊 我也好 军伯孝兄弟 久仰了 斩楼兰 也是久仰 你不才知道的吗 客的话客的话 对面不也才知道我吗 兄弟了不起啊 五十级就杀进神职领域了 不知以前混哪个区啊 大号咱们是不是认识啊 以前一曲的 后来好久没玩了 一曲 前辈中的前辈啊 兄弟在神职领域有大号吗 现在没有了 送人了 角色的ID是 一夜之秋 这名字确实有点实 我们真的不认识啊 一夜之秋 一夜之秋 你不会说你是夜秋吧 我就是 这 这就只是我最期待的画面了 夜秋大神 你能怎么证明啊 我不用证明啊 信不信随你 那 好吧 如果你真是夜秋大神 那就更好 听说您最近有复出重组战队的打算 那真是太巧了 我正在组建一个新战队 求的正是你这样的高手 考不考虑来我这边 硬件条件 保护性的高手 保证是联盟最高标 那真不巧 大神已经被我牵下来了 你是谁啊 我 我是他的老板 他的老板 什么意思啊 你是他投资人啊 算是吧 算是吧 他是我现在的老板 这样啊 那还真是可惜呢 看起来您这是在练集啊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吧 加个好友吧 再联系 他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拍张空白支票给你啊 要多少钱自己填 跟我走什么的 是啊好可惜啊 怎么没碰到这样的傻瓜 是啊 那人真是夜秋大神啊 暂时很难确定 但如果真是夜秋大神 很多疑惑倒是都有了解释 五十级完成神之领域挑战 拥有自制银武 如果是夜秋 这些不是都很合情合理吗 还有 一直没有俱乐部招揽 最能说明身份 这样的人才又闹得人尽皆知 招揽他能在短期内引起关注 是相当不错的炒作机会 结果居然没有俱乐部这样做 肯定有什么条件限制了他们 有道理 夜秋的话 退役至少需要满一年才能付出 如果找他加入 至少得到今年年末冬季转会 七才能重新注册 都想那么远了 现在身份还没确认 就算确认了 没听那女人说吗 她现在是夜秋老板 夜秋也承认了 人家已经找到了合作伙伴 那女人 我倒觉得她跳出来嚷嚷是底气不足 估计对合作还没建立起足够的信心 还不如那个疑似夜秋来的沉沦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该忙的继续忙着 那家伙那边 再多留意一下 我称赛组建一个新战队 求的正是你这样的高手 那真不巧 大神已经被我牵下来了 我这样 会不会太自私了 她明明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夜秋 其实展楼兰她们 条件确实挺好的 你有没有考虑 怎么 准备把我卖了 我和你说正经的呢 是正经的呀 我跟展楼兰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连认识都谈不上 就说合作 那面也太早了吧 我说咱们的战队老板 以后多跟哥学着点 我比你大好吧 你不是说要带我吗 准心点 来了来了 也对 我胡思乱想什么呢 已经下定决心 要帮她重建一支战队了 还是先从自己 能做的事情做起吧 又有人过来了 没有工会名字 跑 可能是家室的人 就算是家王朝的 也不用这么紧张吧 我说的是家室 不是家王朝 你是说 职业选手 贺明 刘昊 王子 家室居然派主力选手 来神志领域追杀你 怕不是疯了 分开跑 跑什么 他们只盯着你呢 一起拼了得了 你拼什么呀 拼是送死的 要用脑子 我不是没有自知之明 只是想留下来 一起战斗而已 死一下有什么关系啊 派我去当他诱饵什么的 也完全没问题啊 那你听我指挥 要得1456856 给换石头上去 然后呢 炒火炸 再炒火炸 对了 再然后呢 等我去世 给先炸火炸 炸火炸 对了 pak 我 想